這個部分,裡面有幾個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就是第一個,如何自動增加編號 那我可以怎麼樣?把上面的編號加1寫過來 怎麼做? 第二個的話,一個羅夫一個坑,把這個 這個叫TST01 那我怎麼取得裡面的資料? 它裡面有個點TEST,點TEST就是它的屬性 那我就可以利用這個屬性取得裡面的資料 並且把它丟到哪裡呢?丟到這裡面來 丟到這裡面來 所以我第一個需要知道 我現在最下面一列 在哪一列? 往下追嘛 假設103對不對 那如果我需要 那就把那個103加1 所以我有一個變數叫R R等於什麼呢? 向下追蹤,追蹤的最後一個那個列 再加1 就是知道R的位置 那如果我將來呢 要把資料寫在R列 的話 那我就可以知道 利用那個Sales 一樣Sales 哪一列? R列嘛 哪一欄? A欄 所以A欄要放什麼東西? 等於嘛 等於 上面這個 加1 上面怎麼表示 很簡單嘛 其實就是Sales A欄 R怎麼樣 減1嘛 減1 這一列對不對 逗點 哪一欄? A欄 再怎麼樣 加1 加了1之後 幫我寫過來 不就有了 對不對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第二個的話 第二個的話這個是放什麼? 就是TST01 這個放哪一個? 放B欄 所以這個地方改個B 這個生日的話改成C 再來就是 雪形 剛好同學問到雪形 雪形等一下再講好了 雪形一樣寫過來 就是CB01.TES 那這邊也是一樣 一個羅布爾坑 最後這個地方可能是比較特殊的 怎麼樣再把那個門號給加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最後 按下新增 請各位先把這個名稱先改過好了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怎麼樣把這個地方做出來 那我們比較簡單的應該是 如何加下拉清單 這個下拉清單的話 有點像這樣 下拉 A 就是 AB 這些雪形怎麼加 這裡的話特別重要 請你在表單的空白數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的話 我們 這個我把它再一次 把它刪掉好了 在表單空白數點兩下 當 什麼時候要加清單呢 當這個表單 被啟動的時候 啟動的事件應該是哪一個呢 Activate 特別重要 第一個 當表單被啟動的時候 啟動這個事件 表單被啟動做什麼事呢 就是 把 CB01 有沒有 所以打一個 在CB01 CB01就是那個 ComboBox DN什麼呢 AddItem 有沒有 點下去它就會有 如果你點下去 其實沒有東西 這個時候請你檢查什麼 表單裡面的名稱有沒有重新改 OK 如果改了之後 那應該就會有 AddItem什麼 你們就知道了嗎 說明 說明 不 谢谢大家